你 马上让庄里所有人 放下手里的一切事情 用尽一切手段找到龙奥义 拜托大家 帮忙找一下龙帮主 谢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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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那边 我去那边 好 走 走 走这边 走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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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龙帮主设计的头帮 都已经出货了 这头帮越看越不简单 废话 什么东西 不是做复杂的简单 做简单的谈啊 其实啊 我看到这头帮心里就难过 龙帮主不在 厮手中都冷清了许多 他在的时候多有趣啊 跟小鸟一样 谁说不是啊 我刚才出门一趟 听人说 龙帮主 以为杀人被通缉了 什么 龙帮主被通缉了 满城贴的都是 龙帮主的通缉令啊 他怎么会被通缉呢 我也不相信 龙帮主会是 二同姐的 从现在开始 无论公开还是私下 严禁任何人 谈论龙奥义的事情 一旦发现 立马逐出丝绸庄 是 是 严总管 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 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 什么情况 昭王殿下 我倒是谁呢 杜大人你速度好快 请殿下随臣回府 我若是不能 殿下不要为难微臣 为难你 你带那么多兵来 个个带着武器 杜大人不是要为难我吗 微臣不敢 好你个杜长风 携兵任以至皇家 我朝开过两百年 你又不是第一个 微臣万死 他们都是为了保护殿下的安全 没有丝毫忤逆之意啊 你也知道你自警卫 那好 你替本王办件事 微臣 适当尽力 撤销龙奥仪的通缉令 将这里解禁 这点小事 对杜大人你来说 不是什么难事吗 恕臣难以从命啊 杜长风 本王携大唐盐铁使的身份 来这银城 不是来听你的 而是让你来听我的 听我们李家的 今天这个通缉令 必须撤销 殿下 微臣之心日月可见哪 殿下若为他事 微臣定会以命相助 但这龙奥仪的通缉令 断不能撤 这可由不得 殿下 德妃娘娘今晨来了一封信 责令微臣严办下酒流刁民 正是他们兴风作辣 恶意偷强拐骗 一支官家下方的佩戟不均哪 这是娘娘给您的夹急书信 你贵为当朝皇子 本应勤于辅政 但据帝方告知 你却整日丹久迷色 亏得节度使大人宽宏 不予上报 故令你即刻前往城外奇门寺思过 为我礼堂皇室祈福三日 这个呀是我们特地打听过的 李大当家的喜口 黑松露抱之聊生 哎呀 这是谁家的海参呢 还有滑溜溜香饭饭呢 这黑松露呢 是从南兆深山里挖出来的 这海参啊 可是难得一见呢 过程是难得一见呢 此次宴请呢 本是我们几人作动 但是没想到 最后还是让李庄主下了大手笔 这让我等实在是惭愧 银城商谷不下百户 能于这乱局之中 守得一方复数 是靠着银城 自发自由的商谷环境 是我们行商作谷之人 都明白的一个道理 齐心则赢 背离则输 你们说 是不是 就是 李庄主所言甚是 这杯酒再下干了 诸位 咱们一起敬李庄主一个 我想今年的丝绸行行手 除了李庄主之外 再无其他人可以胜任了 来 来 请 李庄主 请过目 今年我们花纱行 皮革行 代表银城所有的行内商户 都推举你为今年的丝绸行行手 我们都已经一致同意了 现在就差您一个人了 清零 快请 听闻银城最近出了一件大事 有一个女帮主 杀了一个小货狼正在被通缉 董老板 这算什么大事啊 地痞流氓的斗争每天都在发生 我们还是先完成我们行手的选举吧 但是 据传闻这个女帮主 和李庄主的关系不一般哪 清零是什么样的人物 怎会和逃犯有瓜董 董老板 酒可以乱喝 话可不能乱讲 你是说 龙奥医被通缉了 听闻是夏九流的帮派之争所指 李某突然想起还有一件急事 先行告辞了 李庄主 这推举书可只有一份 你要是今日不签下 那他就不作数了 对呀 就算您与龙帮主是旧时 但是他被通缉 您再着急也是于事无补啊 李某告辞了 清零 李庄主 李庄主 清零 主子 为什么连你也瞒着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主子 我 我 你 你 你 马上让庄里所有人 放下手里的一切事情 用尽一切手段找到龙奥医 是 另外 你 不要金筒官府 也不要心疼钱 再去调查一下周祸劳 主子的意思是 着重查一下 司手庄走水那日 是